你见过因为太瘦被校园暴力的人吗 往期节目中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小胖因身材被孤立 但其实一些小瘦也有类似的经历 因为被嘲笑犯两小 他们就越来越讨厌在别人面前吃饭 很多人都觉得小瘦身材好 像是占了什么便宜 但他们不知道 小瘦也在跟各种身体和心理疾病做抗争 想胖而不能胖的痛苦 被人强行羡慕的痛苦 来自亲人过度关心的痛苦 这就是本期交换饮食中的小瘦的真实经历 这是小胖朱莉 这是小瘦乔一 别看体型天差地别 这两位可都是甜食的狂热爱好者 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吃出完全不同的样子呢 43岁的朱莉体重304斤 是一位获奖无数的烘焙师 说到这里 她的肉肉是怎么来的 相信大家已经心里有数了 请问这能算工伤吗 烘焙是朱莉的人生挚爱 从小时候起 她的世界就围绕着高脂高糖的食物传 因为父母就开着一家糖果店 天天给她投喂糖果冰淇淋 好了 我明白了 这不是工伤 这是祖传工伤 这种甜蜜的童年 我承认我算了 好想拥有 是怎么回事 当然 朱莉的世界可不是只有甜品 她非常喜欢给丈夫和孩子们做大份食物 米饭 意面 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 家人们睡着后 她的高糖盛宴也不会停歇 所以 这份麦力素能分我一颗吗 因为脖子上 红热的厚重脂肪 朱莉睡觉时的呼吸 很不顺畅 这就导致了打酷问题 丈夫也不得不和她分房睡 除此之外 她也有着高血压和高胆固醇 这些问题都让朱莉十分担忧 因为她的父亲就在66岁时 因心脏病去世了 她很害怕自己也会这样 这件事对她来说打击很大 另一边 24岁的乔一是一位时尚经理人 体重还不到100斤 因为销售的身材 她甚至被人当成过假人模特 别说 站在橱窗里确实毫无违和感 乔一平时爱喝能量饮料 忙的时候喝一口再抽根烟 瞬间就有力气继续工作了 吃饭只吃高脂肪食物 还会挑挑剪剪的把蔬菜都挪走 这种零水果蔬菜的饮食 使她缺少许多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乔一很不满意目前的身材 她希望自己瘦 但不希望自己不健康 交换饮食的第一餐 乔一得到了全脂香蕉马芬蛋糕 还有抹了黄油果酱的司康饼 而朱莉拿到的是小碗甜麦片 奶昔和茶 两边都是高脂高糖 只不过一个是小胖版本 一个是小瘦版本 朱莉很不喜欢加糖的茶 她喝的有点艰难 但挑食的乔一 却很快吃完了这顿早餐 嘿嘿都是我喜欢吃的 乔一爽歪歪 但她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午餐时乔一得到了一大盘 茄子盖饭 还有一份炸鸡汉堡薯条 而朱莉面前 只有小小的半个三明治 乔一痛苦挣扎 对于不吃蔬菜的人来说 这么一盘大杂烩 简直就是噩梦 如果她自己来做 一定会把米饭 蔬菜 酱汁 全部分开 然后一点也不碰蔬菜 乔一吃到恶心 最终也没吃完 但这还没结束 午餐后 她又拿到了更多高糖食物 包括巧克力甜点 和奶油酥饼 朱莉也得到了一根 小香肠加餐 只不过 她非常不爱吃罢了 虽然俩人互相嫌弃 但他们都非常热爱 高脂肪食物 所以本期的经典环节 是双方共同参与的 没错 就是经典的浪费食物环节 据科学估计 人体每天摄的饱和脂肪 不应超过20克 但乔一每天 却能摄入30克 朱莉能摄入60克 俩人也是不相上下 当医生把所有食物 搅拌混合 他们瞬间都失去了食欲 每年 乔一所摄入的饱和脂肪 总量相当于22桶油 朱莉这边则肉眼可见 也就更糟糕了那么一点点 高饱和脂肪摄入 很容易造成 癌症和血管类疾病 为了直观表现 这种饮食习惯的危害 医生展示了 被脂肪包裹的动漫血管 这画面深深震撼了朱莉 她再次想到了去世的父亲 晚餐时 乔一得到了四根 香肠卷心菜和土豆泥 她破天荒地 吃下了这些绿色 而朱莉面前 是一盘微波加热的米饭 因为都对白天的经历 印象深刻 小一对着最爱的冰淇淋 和巧克力 都有点吃不下 朱莉更是连一小份饭 也没吃完 第二天早餐时 小一对着炒单面包 和知识司康 拔起进攻 但对面的朱莉 却吃得很不开心 虽然她喜欢甜食 但她很讨厌卖片 和查理直白的糖分 这让她难以瞎眼 饭后 两人聊起了过去 小一回忆起二时 被校园暴力的经历 因为吃得少 她经常受到同学嘲笑 所有人都以为 她有近视障碍 包括她的母亲和祖母 这让她变得 越来越不自信 甚至不愿再和别人 一起用餐 虽然现在的乔一 已经可以 很好的处理这些情况 但当时的伤害 却深深刻在她的心里 午餐时 乔一得到 大盘西红柿汤 火腿帕尼尼 朱莉这边又是三明治 还有一些薯片酸奶 乔一很讨厌 帕尼尼里的洋葱 但她还是坚持吃下很多 朱莉想起这些食物的危害 也无法下咽 最后一顿晚餐时 乔一得到了 大盘鸡肉配米饭 朱莉这边是小分裔面 乔一现在决定 要尝试不同的食物 她想要改掉 挑食的坏习惯 朱莉也找到了 减肥的好方法 慢慢吃 就会吃得又少 又有饱腹感 尽管他们都没吃完 对方的饭 但他们都明白了 饮食健康的重要性 交换饮食结束 两人都拿到了 各自的增肥减肥食谱 两个月后 他们再次回到诊所 乔一现在一日三餐正常吃 挑食问题也解决不少 吃肉开始吃瘦肉 素食食品直接say bye bye 虽然只胖了四斤 但她的饮食习惯好了许多 朱莉改变更大 她戒掉了零食 每周去健身房锻炼 她瘦了整整24斤 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两人都为对方的改变而开心 努力总有回报 未来一定可期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